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时间很快 一张一呢 也是来到了九月份 二零二只剩下最后一个季度了 当然每年九月呢 都是各位学生朋友 剩计换机的主要时间点 尤其对于高考完之后 刚步入大学的同学来说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 我们就来一个 一千到八千元的手机主观推荐 希望对于开学界的你 选购手机呢 有所帮助 如果你的预算是 一千五百以内买一台手机 那么这个 这个价格一段 基本还是看核心处理系的规格为主 处理器的强弱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手机相对流程的时间长短 这里主要推荐两款机型 第一款呢 是真我Q3S 骁龙778G加144Hz佛HG加屏幕 单就这两点 放在这个价格上 可以说是值回票价了 另外目前第三方平台 8加128GB的价格呢 已经来到了1300左右 适合预算有限 但是对于游戏性能有一定要求的用户 778G配合5000Hg电池 需要呢也有保障 30W快充 就这个价格来说 也没有拖后腿 第二款呢 是爱库Z5 8加128GB 大概是1499元左右 处理器同样是骁龙778G 182Z4HD加LCD屏 当然同样是LCD屏 这块屏幕的整体素质 会比Q3S呢强一些 快充规格也是来到了44W 相对的一个优势呢 就是蓝场的中立端机型 拍照的整体优化 相比其他机型呢会稍好一些 适合1500档左右 但是对于拍照 依然有简单需求的朋友 总的来说啊 这个价格的机型 都是在限定的成本上做加减法 这边加一点 那边呢就少一点啊 机身质感整体的外围规格 相比2000档左右的机型啊 肯定要更差一些 另外呢就是 即便有双扬转器和线性马达 但是效果呢都不会太好 可以说是要啥自行车的感觉啊 去年骁龙870机型 在2000到3000档位 巷了一整年 但是天玑8100出来之后呢 870机型的生存空间啊 被进一步挤压到了 1500到2000档位 而且今年也没有强力的新机更新 推荐呢还是那几台 真我GT Neo2 一款老朋友机型啊 优势呢是572毫升电池 加65瓦快充 算是目前870机型里面 续航最猛的一个了 游戏体验 相比778G呢 有明显提升啊 比如说大多数778机型 旁王阵容要极致画质 加90帧呢是比较吃力的 但是870呢就比较轻松了 机身呢也有不错的散热堆调 富豪HD加三星120Hz 一丝硬屏 显示效果在这个价位上呢 没啥毛病 缺点呢是拍照较 8加128GB 目前价格呢是1700元左右 今年高素质LCD屏机型呢 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尤其是搭载旗舰处理器平台的机材 而红米Note 11T Pro 可以算是LCD党的专属产品 天机820加5080毫安时电池 日常使用的流畅度续航呢都很稳 还有67瓦的快充加持 另外相机模组的设计呢 也要比K50更好看些 不过受限于成本 中框和后改是全塑料 拍照不要有啥期待 高附带游戏性能释放相比K50呢差一些 iQOO NEO 6 SE 基本可以算作是去年NEO 5的小幅升级版 屏幕呢变成三星一丝应频 马达大变成了XO 电池快充升级到了4700毫安时加8爽 核心SoC还是骁龙870 满足王者的90帧 吃鸡90帧呢没啥问题 颜值还不错 但是质感差了一些 中框后盖呢都是塑料材质 核心优势呢还是拍照表现 要好于2000以内其他机型 推荐入手价格呢在1900元左右 天玑8100可以说是今年手机芯片中的一匹黑马 大家对于这颗芯片的认可度 甚至要超越发哥自家的旗舰天玑9000系列 台积电5纳米加178 无论是性能还是能效都比较出色 而这里主要推荐两款 分别是GT NEO 3和K50 GT NEO 3呢只推荐5000毫安时加80瓦的版本 整体质感手感相比K50呢会略有些 比如说塑料中框的处理不那么廉价 轻薄机身手感更好 5000毫安时电池续航表现呢也不错 MX766主摄多次更新之后呢 拍照表现也是要好为K50的 缺点是这款Fore HDR类钻牌屏幕 显示精细度稍差一些 第二款还是我们的老朋友K50 这款机子应该是今年2500档的扛把子 2K122自E4屏幕带来的月季体验 有正经的类DC调光 5500毫安时电池配合天玑810 第一次让安卓旗舰2K屏机型 有如此盛美的需要表现 日常发热控制游戏综合体验呢也都不错 缺点呢是拍照不太轻 然后机身质感的差一些 尤其是中框部分的处理上 当然比较尴尬的是这个机子 目前出了8加128这笔 高容量版本是各种缺货 感觉是产品力太强 导致Pro或者Ultro 看起来升级力度不是那么大 618入手的用户来说可以说是银麻了 相比上半年 X80在3000以上的档位一根独瞄 骁龙8加发布之后呢 算是很大成熟上缓解了这个价位机型的饥荒情况 这里呢依然推荐三款机型 K50制顿版 更合理的叫法来应该算是K50电竞版 因为它实际上相对于Pro和标准版 并不是全面升级 而是更换骁龙8加之后的配置取舍 但是这次核心体验呢做得不错 比如说日常性能调度比Pro更好 高负载原神调度积极 应该算是我们目前测试过的8加机型里面最开放的 比较适合玩游戏的用户 1.5K屏加5000mAh电池加120W快充 续航快充方面的表现呢也都很稳 缺点呢是机身质感比较差 拍照放在3000档位依然是短版 第二款呢是一家A4 Pro 上半年一家的表现呢可以说是非常让人失望 不过到了一家A4 Pro这款机子 产品里总算是有了起色 骁龙8加4800mAh电池 150W快充 日常流畅度游戏表现呢都挺稳 主摄IMX76这次优化的还算不错 虽然说是塑料重框 但是去掉了屏幕塑料支架 玻璃后改做出了类似陶瓷的效果 质感呢也还行 起步容量直接是12加256GB 缺点呢是屏幕素质在这个价格来说 稍差些 价格再往上 X80呢依然是3500到4000档位 更加均衡全面的选择 相比上面提到的两款主打性能的机型 X80整体的做工质感明显要好一档 三星负HD加E5屏幕中规中矩 有正经的LEDC调光 同时呢有不错的散热对料 所以说这个机子日常的性能调度 游戏体能表现都还不错 核心优势呢还是它的综合成像表现 依然是这个价位最强的存在 比如说给到了两倍长焦 超广角支持自动对焦 辐射不是大敌方案 但是算法给到尾 同时呢也不只是无线充电 虽然说iPhone14呢发布在即 不过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 今年14标准满相比13标准满 升级幅度呢还是比较小的 所以说现在入手13 但我觉得倍次几率比较低 A15超高能效比 让这一代iPhone13 在非常轻薄的机身下 实现了不错的续航 日常使用发热低稳定流畅 支持iB68 视频拍摄能力也比较强 是入门iOS机型的首选 槽点是60Hz刷新率 快充速度呢是万年20W加 当然iOS60Hz动画流畅度 相比目前安卓之内的60Hz呢 更能够接受些 第二款呢是爱库10 Pro 核心配置上来说 这次爱库10 Pro确实给的很全面 比如说有2K15 120Hz屏幕 大面积超声波屏下指纹 有50W无线充电 同时呢还有200W这个快充优势卖点 可以说是要啥有啥 不过这次后改ID造型 说实话确实挺丑的 总感觉从爱库8 Pro开始 后改ID设计呢是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 影像配置规格也比爱库8 Pro呢 有所倒退 当然很想对比今年同价位机型 拍照表现呢也没有拖后腿 与后X80 Pro相对于X80标准们 Pro的整体影像规格明显就要强许多了 算是今年到目前为止 核心SoCOK的情况下 影像能力比较出纵的机子 比如说大底主摄GNV 常用的两倍长焦呢有微运台加持 当然缺点呢是5倍长焦 因为是800万小底方案 5倍长焦画质呢一般般 其他方面该有的也都有 比如说大面积超声波屏下指纹 50W无线充电 红外遥控等等 全年呢是Orangio OS部分交互体验上 依然有待精进 目前天际版基本只有在线上售卖 相比上一代安卓之光11 Ultra 今年12S Ultra 无论是日常的流畅度 还是相机的成像优化 进步呢都挺大 MX989一寸大底主摄 配合来卡的调色水印 确实能够随手拍出许多好看的照片 最近大面呢也是把这个机子 作为主力机再使用 相比今年其他影像旗舰呢 12Ultra的5倍长焦优势呢 比较大 色彩宽门延迟方面的进步呢明显 盖的也都有啊 相对不足的地方呢还是外观掠写冷气 67W的残血板快充相对速度慢一些 再往上呢依然是iPhone 13 Pro系列 相比Pro Max 13的体验呢会更加均衡些 A15加120Hz ProMotion 让iPhone 13 Pro仅凭3095mAh 就有不错的续放表现 同时也终于让iPhone摆脱了没有高刷的困扰 相机方面广角有提升 但是主摄拍照效果呢 相比去年12 Pro实属是提升不大 炫光鬼文体依然没有任何改善 视频录制表现依然是 器件机中的扛把子 来看安卓阵营呢挺大一段距离 缺点呢和13标准蛮类似 祖传的20W快充 另外Pro呢因为不锈钢中框 散热导热能力更差 游戏体验反而不如13标准们 比较容易降亮度 13 Pro Max 最大的优势呢 应该是强了一匹的续航表现 基本上重度使用一天的无压力 不过考虑遇到iPhone 14 Pro系列的道理 13 Pro系列大概的也会面临停产下架的情况 如果现在不着急买手机的话 我的建议呢还是可以等等14系列的全面评测再说 最后呢来安利一下我们店铺热销的iPhone 13系列 撞色磁吸保护壳 磨砂工艺 轻敷手感 厚度重量刚刚好 全面保护没负担 侧边独立金属键 集成磁圈吸附好 可以说是一款质价比很高的磁吸手机壳了 OK那么以上就是20229月的手机推荐了 总的来说相比上半年 由于更多骁龙8家机型的上市 大家在3000以上的档位 或者说真旗舰机型里面 能够选择的机型变得更多了 而在3000以年的机型上 其实和上半年的变化不大 天玑8100机型依然是2000到3000档机型的首选 2000以年的多半是以骁龙870 778G机型为主 当然9月其实还有挺多新机上市的 但是新机的综合品价 需要等到9月中旬或者9月底才能给到 相比618或者双11 其实9月份的手机 整体市场价格波动是比较小的 这个时间的入手 可能很多机型的优惠力度 不如两个大促节日来大 如果手上刚好有手机可以继续使用 那么大美的建议还是可以再等一波双11再看看 毕竟早买不一定早享受 但完满肯定可以想折扣 有些建议不是说产品里本身不行 而是结合价格来说还没到真相价位 比如说小米12S 如果能到3200左右 就是一款很强的小屏起见 另外一般来说 新安分上市之后老款安分也会出现降价 可以等一等 当然人无完人机无完机 大家在购买手机的时候 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需求来 毕竟赚钱不容易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OK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 还希望各位老铁能有个三连支持一波 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